美国时尚教主帕里斯希尔顿第八次来到上海 在短短五个小时的活动时间中 他换装三次参加了三项活动 晚上六点半 希尔顿首先穿上了黑白团花短旗袍参加时尚活动 闪电般亮相后 希尔顿又换上黑色镂空短裙 马不停蹄地来到环球小姐中国去总决赛当起了考官 晚上11点 希尔顿终于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 为某网站剪彩 娱乐新天地宋小彤 顾寻上海报道